出道三周年肖战个人工作室成立,龙丹妮损失巨大,有人缺一乐风,肖战面临的境况不如大家想的那么好,早就有网传肖战将和龙丹妮解约,不过可能要赔付一大笔不菲的违约金。 今天一大早肖战个人工作室成立正式营业就已经上了微博热搜头条,出道三年的肖战发文感谢大家的支持,这说明肖战未来的事业又更上一层楼。 对于艺人来说成立个人工作室其实并不容易,毕竟这关系到你和经纪公司的发展还有一些利益等。 现在肖战个人工作室成立了,是不是意味着肖战解约了呢? 之前在瓦基基网,肖战并没有接到多少好的待遇,所以他是否解约感觉就是差个形式而已。 现在成立工作室的肖战究竟解约了没有呢?虽然还没有官宣,但是据说肖战已经和龙丹妮解约,肖战后面将签约和宋传媒。 也计刘出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